这次我想介绍给大家的是 多形的变化 这个多形是主要是用于过去肯定的内容用 还有动作完整的时候也会用到 还有有一些别的用法也有 但是主要就是这些用法 那这个动物变化和多形 到底有怎么样的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之前可能大家已经有学过 动作变化 特形 其实特形的变化跟多形的变化很像 多形的话就是这里 用音变的地方 用的是这里 特形也是记得要用的是音变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MAS形的变化是一段 所以 这个的话MAS形 MAS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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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AS形 那大形的话 这里 I ki ki shi qi ni b ni li da 在一段的变化的部分 一段的部分改变成音变 什么是音变 他 就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括号他 的意思是 等一下 这一行 还有这三行 总共四行 的变化的时候的话 他的 这个后面接的尾巴的 他的部分要改为 他 左音变化 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他形 所以 比如说 買います的话 買います 他形的话 買 他 就这样子 然后 書 書 書 i 上面 不能加点点 такие Tang o yōgīimasu 如果要讲他心的话 我用意 然后点点代表这里要点点的意思 我用意的就这样子 所以这一点请注意 我用意的就这样子 我用意的这里要点点 書きます的话 就这样子就好 没有点点 这样子是他心 一样的 这个死にます 也是死んだ 有点点 遊びます 遊んだ 有点点 还有 読みます 用的 有点点 这一点请注意 这个就是 他心的变化 刚好 他心的变化的方式一样 所以 他心的 他的部分 或者是 他的部分 要改为他或他就好 他的话改 他 然后 で 左音的话 改 左音的 打 就这样子 就是他心 这是 那第二类动词的话 第二类动词的话 这边 ます 行 当然是 他教 ます 食べ ます 置 ます 見 ます 寝 ます 他心 就是他心 就是他心 然后就是这个呢 他形的变化是不止动词的他形 还有一形容词、那形容词名字也有 所谓的他形 这个的话 一形容词的话 一去掉家 カッタ 就好 所以比如说 好吃的话 美味しい 一去掉家 カッタ 美味しいカッタ 就这样子 美味しいカッタ 然后那形容词的话 那不要讲 然后接 カッタ 所以很热闹 にぎやか 他形的话 にぎやか ダッタ 就这样子 然后学生 名字的话 比如说学生、学生 那ノ不用讲 ノ是要接名字才会出现 所以不用讲の ダッタ 就好 学生だった はい 这个就是 算是 一形容词、那形容词名字 タッタシン 那这里我想举个例子 动词的 什么样的状况 就用 这个タッタシン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一形容词、那形容词名字 是另外一个 影片里面也会介绍 タッタシン怎么用 那 トンツ 比如说タッシン 比如说 そうですね 何がいいかな 以前 大家 已经我吃了午饭 もう 昼ご飯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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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べました 这个比较正宗的说法 マスシン がいました 这个是表示 マスシン的过去 ました 已经 吃了午饭 もう昼ご飯を 食べました 那这个如果 坦白的 说法 这个ました 是比较正宗的 说法 所以比较 像公司里面讲话 比较要 礼貌的时候用到 那朋友 跟家人 聊天的时候 不用那么 客气 直接坦白讲 就是这个时候 ました 的 比较坦白的说法 就是这一字的 タッシンです 所以 もう昼ご飯を 食べた もう昼ご飯を 食べた 这样子 讲的话 这里用到 タッシン的话 比较坦白的 我已经吃了午饭 就这样的意思 然后 还有 这样的时候 也会用到 比如说 休みの日は 本を 読んだり テレビを 見たり します はい タッシン 这里用タッシン 加リ 然后 这里也有タッシン 加リ します タリ タリシマス 是动作取力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 这样的 タッシン 表现 这个的话 其实 不一定都是过句的内容 像这个是 加リ 是 平常我这样的动作 那 这个不一定是过句的 未来也会这样子 那 为什么用 タッシン 这个是 这个影片里面 我不介绍 但是 タリタリシマス 的文型的时候 我介绍 所以请参考 タリタリ的文型 反正这个 动作取力的时候 就用到 タッシン 像这个 假日 看看书 看看电视 等等 本を読んだり テレビを見たり します 这个是动作取力的时候 就这样子用 这个时候用到 タッシン 还有 譬如说 ジョギングをした後で ジョギング是慢跑 ジョギング した後で ジョギングした後で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慢跑之后 重造 淋浴 後で 前面 就是用 ジョギングした後で ジョギングします 是第三列動作 ですか します 就是跟這個變化 就是這個變化 所以Joggingした 後で 就是慢跑之後 我要衝走 Joggingした後で 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這個時候也是用到他心 然後還有好多文型會用到他心 一開始是 這種的就好 但是以後 上一步後一字後 全部後 完散的時候 會出現很多用到他心的文型 所以先大家要好好把握 這個他心的變化 皆さん大丈夫ですか 例文 私は もう晩御飯を食べた 仕事が終わった後で 飲みに行きましょう これは日本で買ったTシャツです 大学に合格した時 とてもうれしかったです 会話 これは 何の写真ですか これは去年 私が台湾へ行った時の写真です えーと 写真の中のこの建物 ここは私が泊まったホテルです 立派なホテルですね ええ 丸山大飯店というホテルです に 印尖 中 1 1 2 2 3 2 2 3 5 3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